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过年9天廉假即将到了 因应国内的疫情升温 苗栗县政府特别召开春节防疫准备会议 针对移工50人以上的企业 1月28号开始是全面启动快筛 在疫苗接种部分 县内一共有33间医疗院所 在年假期间会加开201整次 防疫是不打烊 邻近县市持续传出欧魔狂本土确诊个案 而长达9天廉假又即将到来 如何防守病毒 苗栗县政府紧急召开 跨局处的春节防疫准备会议 共同言商防疫对策 而为秘贬移工群聚事件再次重演 针对聘雇移工5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 1月28号起全面启动快筛 我们在过年期间 1月28日起 我们启动 有聘外籍移工50人以上的 我们都要全面的来办理快筛 来加强职场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施打疫苗才有保护力 但仍有许多民众因副作用还在观望 呼吁疫苗接种 过年9天 苗栗县内中共有33家的医疗院所 加开201诊次 9家医院还有24家的诊所 共开设了这个201个诊次 全共乡亲来做这个疫苗的一个施打 我们过年防疫的工作也不打烊 而针对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在1月26号公布的桃园个案 由于曾经回到院领证 针对足迹重叠者 卫生局1月27号 加开设社区快赛站 包括他的家人 我们都已经做了一个公告 然后家人的部分 亲密的一个接触者都已经裁剪 那所有的足迹里面的人员 以及十连制的人员 都已经做匡列 也在通知他们回来做裁剪 防疫全民有则 炼价期间防疫不放假 相关自主卫生健康一定要注意 以共同放毒病毒